穿著牛仔褲的少女 走在斑馬線上準備返家 但左手方的遊覽車開了過來 卻沒有煞車 直接往少女身上撞了上去 整個人捲入車底後 車子才停了下來 聽到那個 有聲音這樣子 就這個就在下面 就這樣 我就搞什麼狀況 今孝第一時間抵達現場 少女已經失去生命跡象 駕駛仿佛還搞不清楚狀況 在這車上的韓國遊客 又到新店卻突然發生意外 事發就在17號晚上10點半 遊覽車從林森北路左轉 駕駛疑似視線不良 沒有看到走在斑馬線上的少女 直接撞了上去 少女即便經過搶救後 仍然宣告不治 家屬和親友聽到消息 不敢置信 在醫院外哭紅雙眼 因為少女才年僅16歲 半工半讀 假日都會到飯店打工 當天因為身體不適 提早下班 沒想到卻在回家路上 遇上死結 人的部分傷勢主要是在 肚子跟腿的部分 那肚子因為有受到碰撞 那腿的部分是骨折 少女家境並不優渥 平時和姐姐及父親相依為命 但爸爸身體不好 沒有工作 孝順才會幫忙分擔家計 姐姐趕到醫院時 卻看到肢力破碎的妹妹 心底的痛無法言語 少女寶貴的心命再也回不來 記者侯宇翔 許志銘王千玲 台北報導 慘了 作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